三點第二是 劈面米豆子 修了堂海最安全的保存方法 首先 這些塑膠裏不能有任何破口 沒地也不能有任何的領口 把塑膠裏放在另外一個塑膠裏裡面 連同兩的塑膠裏放在米豆子裡 把塑膠裏放在米豆子裡 把塑膠裏放在米豆子裡 把米豆子放在米豆子裡 不能放在米豆子裡 要保持空間和它塑膠裏 把塑膠裏裡面的那層 上面等的黏黏後 用塑膠裏的黏黏 第二的塑膠裏和米豆子 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然後 Harsh and HAASA、 另外這些塑膠裏 除了基本車 pH 我們也有夠只放棉材沒放,兩個塑膠都要來做比較 經過六個月,倒出壁是山的蝶子 裡面的字是乾淨,真的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害 這樣出壁是乾淨用蝶子保存,裡面的米刀子受到嚴重的損害 將米刀子放在山的蝶子裡面,不可以破片損害,而且還可以等級的損害 等到比較好處的時候就可以賣更多錢,也可以破片或減少使用農藥 在山的閒用,一直拍照 immediately拍照 你不要說出來,要拍照他們,是可以一段時間 我們在山上路,不可以破片 alone,不可以破片 我們就看到任何會破片的蝶子,不可以破片 裡面要來了,我們 spiritually把有黑衣子放在山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